大家好,我是Pyg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關駐日本美軍的問題 現在全日本的美軍基地有七成以上都集中在沖繩縣 所以每當有關駐日美軍的凡事新聞的時候 印象上都好像是來自沖繩縣 事源最近在當地相繼有市民集體抗議美軍的惡行 原因是由去年開始直到最近為止 在沖繩縣原來發生了很多宗有關駐沖繩美軍的犯罪事件 而且沖繩縣人和沖繩縣政府都是全不知情 被中央政府外務省蒙在鼓裏 其中一宗案件在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發生 有一名是隸屬於沖繩縣家首立基地的25歲 名叫華盛頓的空軍 涉嫌在沖繩縣的公園 以自己是軍隊的特別守察官為名 勸有一名未夠16歲的未成年少女上私家車 帶回家後再利用暴力手段 強制與這名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係 少女事後回到家後向母親哭訴傳達一件事 於是少女母親打電話報警求助 當時沖繩縣警方知會了美軍基地 但當時沒有要求基地交出涉案人士華盛頓 經過幾個月搜查後 來到2024年3月27日 沖繩縣縣警方決定逮捕和起訴這名涉案人華盛頓 當時美軍也有將涉案人引導給日本執法部門 後來也被保釋 直到今個月的7月12日展開了第一場法庭審訊 當時被告人華盛頓否認控罪 他表示事前有向受害人確認年齡已經成年 並且表示最初沒有打算與這名少女發生關係 回家後也沒有利用暴力手段強暴少女 而這件事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 當地沖繩縣警察及沖繩縣檢查廳沒有對外公佈事件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外務省 在沖繩縣檢查廳決定起訴華盛頓後才得知事件 亦連續向駐守日本美軍要求嚴格管理基地的紀律問題 但外務省當時沒有將這件事告知沖繩縣政府 本來發生這種事後 沖繩縣警察及檢查廳必須將事件傳達給中央政府外務省及防衛省 再透過中央政府傳達給沖繩縣 但直到今年6月底為止 沖繩縣知事玉成Danny才透過媒體報道得知事件 外務大臣上川楊子表示 有關事件涉及性犯罪及未成年少女 為了保護個人私隱決定不將事件公開 但如果連沖繩縣政府都被蒙在鼓裏的話 就說不過去吧 所以得知事件後 沖繩縣知事表示憤怒 認為中央政府踐踏了雙方的互信關係 有關基地問題、噪音問題或環境污染等等 已經成為沖繩縣民日常生活上的煩惱 沖繩縣民已經不斷表態反感 而且已經超過日常生活上的容忍限度 現在又再發生這種暴力事件 踐踏了女性尊嚴 令沖繩縣人生活在不安惶恐之中 除此之外又發現不僅是空軍華盛頓事件 當地沖繩縣媒體又在6月底時報道 原來在5月26日時 有一名21歲駐守沖繩美軍的海軍上等兵涉嫌 偷偷地潛入了一名女性家企圖私報 完成事件後 這名海軍離開現場 受害人事後報警 警察亦很快將這名海軍逮捕 而且由去年2月到今年5月為止 除了上述提到的兩宗案件外 另外還有三宗涉及駐守沖繩的美軍性暴力事件 但這三宗案件最終涉案的美軍沒有被起訴 根據沖繩縣警方公佈的數字 在2023年的沖繩縣 牽涉到美國軍人及其家屬的犯罪事件發生了72宗 亦是過去20年以來最多的一年 這是警察公佈的數字 但亦有可能有部分案件是因為涉案人沒有被起訴 而沒有被統計在內 為何有其中一個案件特別 中央政府要向沖繩縣政府隱瞞呢 有可能因為這段時間剛好在岸田文雄訪問美國日子會面拜登 另外駐日本美國大使伊曼劉 亦在這段時間造訪沖繩去石環島及羽拿國島視察自衛隊 而且剛好在今年6月時會舉行沖繩縣議會選舉 有一種說法是指沖繩縣政府內部反對美軍的聲音相當強大 某程度上與日本政府對著幹 所以如果將相關消息告知給沖繩縣政府的話 恐怕這些政治家就會利用這一點來作為政治籌碼壯大聲勢 的確現在的政治氣氛日本政府都必須和美國政府打好良好關係 沖繩縣內部的問題很難得到重視 哪怕是不斷地出現一些牽涉美軍的犯罪事件 經由媒體報導之下大家都聽得見沖繩人的聲音 但某程度上日本之於美國就不算是一個對等的同盟國 日本政府就沒有太多籌碼向美國為沖繩縣人爭取權益 雖然雙方有簽訂美日安保條約 當中有一條是入美駐軍地位協定 有提到在日本執行公務的美國軍人 如果犯下刑事罪行的話 基本上都是會接受美軍法庭審判 而如果觸犯日本法律 日本檢察單位又想將這名疑犯制裁的話 日本檢察廳必須有足夠的證據 並且決定起訴該名疑犯之後 美軍方面才會檢討將這名疑犯涉案人引導給日本 有一條這樣的不平等條約存在 對於調查案件來說都是一重障礙 一直以來美軍的這種做法都令到沖繩縣民眾相當反感 另外在1995年曾經有三名駐沖繩美軍基地的海軍成員 誘拐了一名當時一個人在家附近商店街購物的12歲女小學生 並且施報 沖繩縣警察後來經過調查之後 鎖定了三名牽涉在內的美軍基地成員 但當時美軍基地拒絕將這三名疑犯引導給沖繩縣警察 所以當時沖繩縣人民對於這樣的舉動相當反感 以及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抗議 反美情緒亦是急劇升溫 最終沖繩縣的喇叭高等法院決定起訴三名疑犯之後 美軍方面才決定將三名疑犯引導給沖繩縣的喇叭裁判所 而最終審判的結果亦是將三名犯人判罰六年半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這件事件不僅是日本 亦是引起海外媒體的關心關注 但有關沖繩縣美軍的犯罪事件 性方面又或者傷害他人盜竊等等的犯罪 都是沒完沒了的 這樣難怪沖繩人不滿 不過沖繩人反感之外 都難免面臨到一個現實就是 這座尼島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據點 所以他都承擔了日本本土安全的責任 亦都吸納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美軍基地軍事設施 美軍在沖繩縣某程度上也製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在大量美軍駐守沖繩的情況下 亦都刺激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即是如果現在沖繩縣的發展水準去打算的話 失去了美軍基地之後 沖繩縣的經濟要怎樣獨立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問題 而且奈何的就是日本政府沒有做到援衝的角色 未能保障和安撫沖繩縣民的疑慮 經歷過太平洋戰爭沖繩戰場之後 亦都經歷了美軍全面統治之下 去到1972年沖繩縣才歸還給日本 但是也有沖繩縣人會認為 現在的沖繩縣和以前被美軍全面統治之下 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和兩難的話題 大家會有什麼意見呢?不妨留言討論 今期影片到此結束了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